近日俄昌买下韩国热门综艺新西游记的版权仪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据悉该综艺将由极限挑战导演延敏担任导演 韩国团队新西游记制作人罗PD也会加盟指导 节目名称改为新西游记 延敏的指导让很多喜爱新西游记的网友松了一口气 毕竟从极限挑战到得云斗校舍 延敏的实力是观众看得见的 但是也有网友对于新西游记被翻拍比较消极 一方面因为总是买版权翻拍 没有一点创新难免会让人对国产综艺有点失望 再加上内娱明星很多偶像包袱都很重 在节目里不一定玩得起 另一方面原综艺新西游记已经足够经典 里面很多梗都被抄得差不多了 新西游记应该很难推陈初心 新西游记自2015年播出以来 在海内外获得了极大反响 开创了韩国综艺的全新模式 这档综艺选择五位男嘉宾 角色设定上一具西游记 一路西行打怪升级 而游戏内容上又参考了七龙珠 通过收集其七颗龙珠 召唤出神龙实现最终的愿望 节目中不仅保览名声风光 还能看到令人爆笑的各种游戏 被网友称为最强下饭综艺 都办上系列节目评分都在九分之上 当然对于大众来说 一想到西游记自然是会感到遗憾的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典名著 如今却被韩拿来改编创作 并且大获成功 到最后我们竟然还要购买版权再次改编 但是又没有办法 在娱乐方面我们确实落后于国外 不过既然版权已经买了 还是希望能好好做吧 不知道大家期待不期待 这档综艺节目的播出呢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